这场日本公开赛的男双半决赛是林洋配与印尼双A的第六次交手 而林洋配仅有一胜的记录 一开局 林洋配在中前场都掌握得不错 而印尼双A则稍微有些被动 也多次被林洋调动的 林洋配在前三派的部分已经掌握着主动优势 创列多次在后场想要利用调球来影响林洋配 不过林洋配都稳住了正脚 可惜最后林洋往前失误 林洋配第三派的衔接做得很好 一分来到了9比5 而随着L编的一个失误 林洋配11比6取得领先来到了技术暂停 休息之后双A调整一下连续进攻得分 不过随后王麒麟给出了这个大对角的披杀 更是精准地落在了边线上 阿迪安多这个突击影响到了林洋的出手 阿迪安多这个突击影响到了林洋的出手 而双A的阻止进攻也取得了效果 林洋后场的进攻突破了阿迪安多的防守 林洋配持续地来做下压 拼击当的部分 伊尼都被林洋配压着来打 比分一度拉开到了8分差 不过随后林洋配遭遇了小乱流 也犯了好几个失误 双A就把比分缩短至18比14 利洋这个揭发球的虚弓 非常的漂亮 利洋的防守想要抽到对角线的位置 不过用力过大 比分再一度缩短到了3分差 王麒麟在前场非常的积极 林洋配来到了他们的局点机会 这次轮到Alfian的虚弓 影响到了林洋配 双A化解了一个局点 双A成胜追击 掌握着前三派 找到连环进攻的机会 化解了好几个局点 不过最后伊尼的勾对角落在界外 林洋配21比49 守下了第一局 比赛来到了第二局 林洋配前几拍的回击 都把伊尼调动开来 不过最后回击失误 王麒麟在前场非常积极 掌握得很好 而李洋这个回球相当高 双A找到了机会 李洋持续了再往前积极强 再为林洋配拿下了分数 李洋招牌虚弓的这个隐蔽性相当高 这个落变真的是一级棒 而随着双A回球底线出界 林洋配11比5 临线6分来到了技术暂停 休息之后林洋配还是掌控着主动拳 一直在压迫伊尼双A 林洋配好几次都成功化解了危机 给出的放手也都调动到了伊尼组合 也印象到了双A无法连续发动攻势 敌分更是拉开到了15比5 伊尼双A在第二局感觉时期大减 一直连续失误 一分更一度来到了12分的差距 伊尼在前场找到拦截的机会 终于稍微止血了一下 但随后Elfian的一个回球出界 林洋配来到了他们的赛点机会 王麒麟最后这个杀球出界 双A又化解了赛点 不过最后阿迪安都自己的发球失误 就这样把分数送给了林洋配 林洋配以21比19而11比10 两局战胜了世界第一的伊尼双A Elfian Adianto 成功进入到了日本公开赛的大决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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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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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